我是欢迎时报 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16日晚上介绍了 中印边防人员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况 表示是印军违背承诺 再次越过实际攻击线 非法活动 蓄意发动 挑衅攻击 从而引发了双方激烈的肢体冲突 并且造成人员上亡 那位发言人强调 加勒万河谷地区主权历来属于中国 印度边防部队出尔反尔 严重违反两国有关边境问题的协定和协议 也严重违反了中印军长级别的会谈共识 从而严重损害了两军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 星期二早些时候 印方率先发布消息 称三名印度军人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中印边防军肢体冲突中 死亡 印方表示这三人都不是被开枪打死的 大家知道 中印边境地区已经多年没有发生枪击了 两国军人反复发生过对峙 也有过肢体冲突 但这是第一次两国军人在肢体冲突中出现死亡 中印边界屡屡冲突大的原因是两国尚未划定边界 而对实际控制线又有不同认识 近来 印方在边境地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强行把道路等部分设施建到实控线中方一侧 中国军人出面制止 导致了两军一再发生肢体冲突 印度方面傲慢自大 有恃无恐 这是两国边境地区持续紧张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 新德里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奉行越来越强硬的路线 他们认为中国受到美国不断加大的战略压力 不愿与印度交恶 因而 印方采取咄咄逼人的步骤 北京有可能让步 美国用推行印太战略拉拢印度 助长了一些印度精英的上述误判 2017年 印军悍然越线开入洞浪地区 就是这种傲慢自大导致的疯狂 印度这几年在中印边境地区采取明显的进取姿态 在印度舆论中引起欢呼 不能不说 印度精英们当前的对华心理很不健康 也很危险 不过 中方几次在边境问题上坚守底线 回击印方的挑衅 给了印方教训 我相信 印方有自知之明 他了解中印双方的实力差距 目前并未形成中印边境冲突严重升级的战略态势 老胡注意到 这次加勒万河谷冲突导致伤亡之后 印方的表态比较克制 中方的回应也是克制的 这似乎是双方都希望和平处理这次冲突 不让它进一步升级的信号 老胡最后要对网友们说 大家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一定要相信政府 相信解放军 相信他们一定会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也会在处理中印边境摩擦时最大化的 维护中国的综合国家利益 中国有能力 也有智慧 既守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也不让任何想在这个过程中 对中国玩战略轨迹的势力得逞 谢谢